小伙子,你帮我看看,这贵女定情的时候 她婆婆给你一毛钱,这啥意思啊,不懂? 哦,这是定情的时候给的? 对,你给个红包还好一点,你看给个字,啥都不懂 这个定情的时候上两号的,家里给三万八 大理给四十万八 大理,是柴理吗? 柴理,柴理给四十万八 四十万八,第一次家里面,她婆婆用来给个桌子,给个镜锁子,给啥东西 她拿个这一毛钱的,这还不懂,你看看,你帮她看看 小伙子,她回来说,她说,你要给个一毛钱,这啥意思啊 我这也不懂,我求你帮我看看的 这平常给七年我们的管理也挺好的 挺好的,她给我送我这,送我这,回来我给小伙子一说 小伙子说,这送这是啥意思啊,我说我也不懂,请她告诉我看看的 对对对,首先啊,你这一块是音乐,而且入轮是皮盒啊 PCGS啊,是外国的,已经是全球最硬的平均共识了 给粉了,给的是,哎呦,批贺有给粉,又不给粉了 如果说批贺给粉啊,会比不给粉的价位搞出很多 其次看你音乐的状态吧,无论什么喝的,音乐状态为妄 你这个是龙凤乙胶,这个确实斜了是乙胶不佳 这个龙凤银币啊,发型量是非常非常喜糟的 它用的是十二问长,说想看,有龙,有凤,龙凤成像 这起气儿的话,这个龙和凤啊,各拿一个小酒杯 玉也比较好,亲舍和命,然后用来解混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当然再看你这龙铃,凤鱼,都是蛮龙铃,蛮凤鱼 没任何的溜桶痕迹,因为这个龙凤乙胶和二胶啊 发型量是既烧既烧的,它并不是作为活币发型的 而作为纪念币发型的,其中啊,乙胶要比凉胶稍微贵点 为什么吧,因为乙胶比凉胶少啊,这小豪子它不易保存 所以说啊,它的价值会比凉胶的贵一些 让你字面也没有任何的磨损,溜桶痕迹是非常少的 其次啊,这是十二温长,十二温长的话,从姑至今都有 也是金香富贵的象征,这一个游炸石啊 拿这个给减面了呀,说明你这个坡价是吧 说明这个孩子这个坡价,势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文化迪运还是很高的,这一个状态的话 我给你鼓价,给你鼓到两万上下都没问题 这一毛钱能支两万吗 确实如此,永远你看这民国十五年啊 现在将近一百年了,而且这已经是无几问五了 银元手上啊,就一个整理,物以喜为贵 你就像那普通的大头啊,在民国的购买力 在六七百元上呀,现在能达到一千三,一千四 但是像这种洗勺的小豪子啊,不易保存 所以说啊,它的价位是相当高的 还有点就是,能玩这个皮壳了呀 不是一百人能玩齐了 像普通人啊,能玩这个拱布就不错了 能玩皮壳了,确实实力很强 你这个确实是误会的 你这个两万只多不少 啊,还好请你看一下啊 要不然这个误会全家母来 真的没误会了,多不好意思啊 那是,那是,碰到不同的问题啊 多学习,多了解 这个啊,好好保存 别把它弄坏了 有啥时候啊,皮盒是最硬的 它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皮盒本人这个盒子啊 还有一定的价格 你用个小盒子,把它保存起来 这个留给外孙 当穿甲包是绝绝绝绝可以的 好好,谢谢你了 这收费不收费啊 这不收费,这不收费 把咱看懂一样 有误会,能解开就行 别把它弄坏了 别把它喝着弄坏了 你好好保存 收钱开着结婚 恭喜你一下 好好,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